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修学法药 藏金和尚尼 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在家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十九面 心恶如来正说 那么这一颗是如来正式的宣说 愣言神咒他受识的方法以及他的功德 那么在古德的注解当中讲到 我们受识愣言咒最大的功德 就是他会产生一种不适宜的欣喜 也就是说愣言咒在我们身口意运转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亲近的欣喜的力量 那么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那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简单地加以说明 我们修学愣言经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破旺显身 破除我们心中的颠倒响 来开显我们心性的妙用 那么这个破旺显身 从这个本经的方法来说 它是两个主要的方法 一个是一个显教的方式 一个是一个密教的方式 这个显教的方式 它的特点 它就是透过一个 以言文字的思维 比方说我们今天在破旺显身 那当然主要的是修空甲中三观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 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的祭宋说 因言所生法 我说既是空 一名为假名 一名中道义 所以他这个空是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因言所生法 我们内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因言的假象 那当然这跟业力有关系的 你有什么业力 你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假象 但是问题是 我们面对这个假象的时候 这个假象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感受 各式各样的酸甜骨涛的感受 感受在接下去 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就出来了 那个想象你再不注意 那就产生烦恼 我们从一个繁复的角度来看 一个人会烦恼重 就是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的想象力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痛苦是完全自己创造出来 其实外在的环境只是一个助言 因为你就面对这个假象 你就不断地打妄想 烦恼到一个程度 它就一定要造业 你这个烦恼的能量 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就控制不了它了 它一定要造业 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在嫩人经的修学 就是说 当烦恼还没有成型 还没有达到一定势力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把它消灭掉 就像这个火啊 星星之火你就要赶快消灭 你不要当它已经变得很强大了 把你完全主宰了 那你就得听它的 你就只好心随旺转 所以空观的智慧 就是消灭我们对于这种妄想的一种词曲 就是本经说的 这个妄想它根本 一言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它是言生无性当体即空 这个空观的意思就是说 它没有真实的体性 本经在花明空的时候 它是从一个 过去 现在 未来 它是来无所从 去无所止 你说妄想从什么地方来呢 你说它从外境而来 外境怎么会有妄想 这个人刺激我才有妄想 不可能嘛 那个人他刺激你 那是一个外境啊 你说我自己起妄想 我们这一年性本来亲近 怎么就有妄想呢 所以它只是一个 因言心境碰撞你的业力 你个人的业力 行业发现的一个假象 所以这个妄想它是没有来处 也没有弃处 它只就是一个因言和合的 当下一个 刹挪刹挪生命的假象 它只在释放你的业力 如此而已 所以我们开始修空观的人 慢慢慢慢对心中的妄想 会慢慢的脱离啊 虽然它存在 但是它已经不能干扰你了 我们讲理想亲近 修空观的人 他内心会慢慢慢慢的 激进下来 他会跟自己的妄想脱离 但是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 以此安住了 从这个空观来破旺 破旺当中呢 慢慢成就清净性 大圣佛法在成就清净以后啊 它要产生怨力的 这个就是修假观 前面的空观 是在破那个假象的直取 假观呢 它又创造一个假象 所以菩萨道没有假象 也是没有动力的 要创造一个 诸佛菩萨功德的假象 来寻求 它内心当中要产生 众生苦恼的假象 产生悲悯 它要假借布施的假象 来开显我们内心当中 施舍的功德 它要透过持戒的假象 来灭恶身散 各式各样的波罗命的假象 来启发菩萨的断恶修散 所以菩萨在观的一切法 空的时候 它又出现了假象 那么此时它能够不断地增上 不断地调伏自己 所以这个假象它的重点 在成就一个菩萨的菩提心 我们可以这样讲 一个人修邪空观 让我们一个人脱离过去 我们一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 你永远不能脱离过去的阴影 万般皆是夜半点不由人 这个很麻烦 弄得我们自己障碍重重 我们现在想要学佛 想要趋向光明 但是过去的烦恼放不过我们 过去的罪业也干扰我们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脱离不了过去 你脱离不了过去 你就失掉了未来 所以空观也会慢慢让我们 远离阿拉也是 让我们跟过去做一个切割 重新开始 所以空观会让我们回到生命的原点 你从什么地方来 找到我们的最初生命的原点 从那个地方重新出化 一个人不能跟过去做一个切割 你就糟糕了 你生命就很难突破了 你完全被你过去的反导业力 控制的死死的 你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大概就被算准了 所以从空观当中 实力我们脱离过去 但是假观呢 它却会帮助我们创造未来 破旺就是远离过去 显真 开显新兴的妙用 使我们一个菩萨能够 好好的去创造来生的功德庄严 那么我们前面这样的一种破旺显真 都是要透过 以言文字的思维观察 所谓的文师修 从文师修入三摩地 这个是一个显教的方式 那么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密教的方式了 密教它是词作 它这个咒语啊 它只有听音声 它不能思维的 你完全用音声 来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心情 本经就开始 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会觉得 它也有破旺显真的效果 但是跟前面的二十五言通是绝然不同 前面是通过一个文师修的方式 入真如撒昧 这个地方是靠 受此嫩言咒 在每一个音声的带动之下 使令我们内心当中啊 慢慢慢慢的 暗和道妙巧入无声 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大意 好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段就如来正式的 先说嫩言咒的方法跟功德 这个地方有两段 第一个现化表法 第二个正说神咒 那么佛陀在讲嫩言咒之前啊 他要把这个嫩言咒的一个 持诵的方法 跟他一个受此的功德啊 用一个简单的瑞相 把它表达出来 现现各式各样的化佛 来表达 任言真神作这个法门的 一个殊胜的功德 现化表法 我们看经文 而时世尊从肉祭中涌白宝光 光中涌出千叶宝莲 有化如来 作宝花中 顶放十道白宝光明 依光明皆偏 视线时恒合杀 静刚蜜姬 锦山 十除 现须空界 大众仰观 慧爱 肩报 求佛 哀佑 一心听佛 不见顶相 放光如来 宣说神肉 好的 那么这段有五小段 不然我们在送任言咒之前 都要先送这个段 那么这五小段 就是把整个任言咒的内涵 做一个总相的说明 所以你把这个 它的表法看懂了 你就知道 要怎么去受使任言咒了 我们看第一段的 佛顶放光 这个佛是指谁呢 是指释迦牟尼佛 就是硬化身的佛 就是陪着我们 在三界里面 视线身脑病死 陪着我们 扭转的 这个硬化身的佛 我们看经文 二十四尊 这个二十呢 就是阿兰尊者 擒罚之后 那么阿兰尊者擒罚之后 其实佛陀并没有 马上献出神咒 他先 献瑞表法 他从他的肉迹 这个肉迹呢 就是无见顶相 就是佛陀的头顶呢 基本上是黑色的头发 但是他头发的中间 有一个红色突出的地方呢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肉迹 那么从这个地方呢 涌出白宝所成的光明 那么这个光明 就有点意思了 这个地方值得我们了解的是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这个光明是从何而出 一般佛陀的光明 高度越高的光明 是越殊胜越较尊贵 比方说 佛陀是想和外道 那么多分都是用手上放光 佛陀要先说大圣法门 有时候是胸前放光 有时候白豪放光 但是头顶放光的 非常的少 只有在开显这种 真如实相的不恶法门的时候 才会从头顶放光 所以从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头顶是一种 无上的意思 有尊贵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也表示了 这个法门的无上尊贵 它是从肉迹中涌出的 这是第一个讲到 它光明的出处 其实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光明到底是 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象状 这个光明我们看它是白宝所成的光明 这一百 这个数目 是表示啊 这个 使法界当中有理据跟使兆 两重的使法界 理据我们叫做信德 信德就是说你的 亲近心 亲近心不是修来的 大圣法法说 我这个要把亲近心修得更亲近 亲近没有所谓更亲近这回事 亲近心只有说你是恢复你的亲近心 没有人说把亲近心弄干净了 没有这回事 所以亲近心不是修来的 那么这个信德 就是理据的 它是本据的 那么这个修得 这是菩提心 这是要修来的 菩提心你没有修是没有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理据使法界跟 事造使法界两个合起来 就创造了百宝光明 那么这个地方意思什么意思呢 因为嫩言咒的主要的目的是一个 秘犬心性 秘密当中的 它在开显我们一念心性 那既然是讲心性 那当然就是有信德修得 两个内涵在里面 不过从偶一大师的解释 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放的光明 这个百宝光明 是偏重在修得这一部分 释迦牟尼佛 硬化身当然是修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偏重在修得的光明 那么第二段 光中涌出千叶宝连 有话如来作宝花中 那么这个光明指的是谁呢 这是释迦牟尼佛前面的肉绩 所放的光明 在每一个光明当中 都会出现一朵千叶宝莲 这个莲花是清净的意思 它能够出你的不然 它有个清净的画佛 这个画佛是一个无为心佛 这个地方就是指的我们的信德 这个画佛是无为的 不是修来的 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清净心 我们就坐在一个清净的莲花当中 那么这个画佛我们再看 顶放时到百宝光明 这个画佛本身又放光 这个放光又产生一个百宝的光明 百宝光明当然也是理据事兆 不过这个地方的光明就偏重在 信德的光明 清净心的光明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一大师说 我们看到这个表法要注意知道 这个整个过程是两尊佛放光 一尊佛是释迦摩尼佛放的光明 是修德的光明 一个是无为心佛 所谓的信德的光明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任励咒 我从先讲之前 是两道光明同时出现 两道光明 那么这两道光明 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一一光明 皆变四线 石横合杀 金干密集 寝山直处 片夕空间 这个一一光明 这第一个一一指的是 释迦摩尼佛的光明 就是我们一般所修德的光明 第二个一一就是 无为心佛的光明 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信德的光明 一个是菩提心 一个是清静心 那么这两个光明呢 两个就互相的作用 相互的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两个光明一接触的时候啊 出现了石横合杀术 这么多的金刚密集 这个是指的金刚藏王菩萨 那么金刚密集 当然是有破障的效果了 这个金刚密集 显出什么相状呢 它是寝山直处 它左手寝山 那么右手指使的金刚处 这个寝山偏重在对视外在的魔镜 那么这磁处呢 是对视内在的魔镜 那么这个金刚藏王菩萨数量 有多少呢 是片夕空间 这个修德的光明器 跟信德的光明器 一接触的时候就出现了 石横合杀金刚密集 寝山直处片夕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大众啊 抬头仰光啊 看到虚空中这么多的金刚藏王菩萨 内心当中是又为又爱啊 那么内心当中啊 祈求佛陀啊 哀敏护佑 那么这个时候就收起了 丁中的妄想啊 一心一意要听 听佛陀 从无间顶向放光 所宣说的神咒 所以在这个地方 值得我们说明的就是说 它这个嫩言咒 它的破障的功德 来自于一一光明 缺一不可 你看那个丁中 你把它放录音机去放 它没什么效果 录音机它没有明了性嘛 为什么那个丁中 一定要用我们的心去持它呢 因为你那个心才有这个修德嘛 那个菩提心嘛 你要花的菩提心 用那菩提心去持嫩言咒 你才能够从这个修德的光明 去启动 嫩言咒里面信德的光明 你用录音带 你用录音机放的话 有什么功德 少了一道光明嘛 那个录音机没有明了性 但是你如果是放录音机 听的人 他能够产生意念 那这个就有效果 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修德的那个心念 跟咒语接触的时候 这个我们内心当中 本身要放出一道光明 那么嫩言咒本身又是一道光明 两个光明一接触 心力跟咒力结合的时候 接片视线 食恒喝沙 金刚密集 寝山之主 偏袭空间 产生一道灭恶 深善的效果 那么从这个表法 我们可以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 那林咒我们一般是不欢意的 我们直接欢到 讲义的第58面 这个那个咒语 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咒语 它就是一个密前心性 密前心性的古德说 一般持咒 产生一种不失意的心息 它有三种的功德力 所以说这个咒语 在我们身口意应转的时候 产生一种不可失意的心息力量 它产生一种三种力量 第一个离法力 这个道理的离 佛法的法 离法力 因为它每一个咒语 都含色无量的妙力 所以说呢 它能够念念世界呢 开显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 你在执咒的时候 你很自然的 你的妄想就会淡薄 很自然的 你那个善根会慢慢增长 因为它那个阴声当中啊 它含色的无量的妙力 这个意思 这个离法力 第二个 微法力 微德的微 那么这个咒语当中 有很多很多佛菩萨 跟金刚将王菩萨的圣号 这个诸佛菩萨的名号都在里面 所以你在词探的时候 能够感通十方诸佛的加持 前面的离法力是偏重在 开显你内心的善根 这个微法力呢 就是向外感通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 产生一个本尊相应 有灭二身上的效果 这个是微法力 第三个是实以利 这个真实的语言 那么古德说呢 什么叫实以利呢 就是说一切咒语都是如来秘密的语言 我们凡夫的语言呢 是自己打妄想讲出来的 诸佛菩萨的语言叫做什么 叫做愿意 诸佛菩萨在阴地的时候 他是做愿啊 把他自己的善根跟福德啊 是完全回向给众生 但是众生要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啊 来含色 所以佛菩萨就把他的咒语力啊 放在咒语当中 所以整个咒语就代表诸佛菩萨的咒语 所以你的心跟咒语接触的时候 你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祝福跟咒语 一个人一旦有了禅定 他的咒语力就不可思议 不要说佛陀 在经论上说 一个出禅以上的人 他如果咒语某一个人要死掉 这个人一定马上死掉 出禅以上就可以了 你要刺激到他的话 他起恶念 他咒语你啊 他马上会把你的生命消灭掉 那当然诸佛菩萨更不可思议了 那个法身的三昧 他不断的作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在受持愣念神咒的时候 能够去感通十方诸佛菩萨的作愿 这个叫做食语力 三种力量 开显善根 灭恶生善 第三个是离苦得乐 那么这个咒语呢 因为他愣言咒总共有四百二十七句 那么在北宋的长水大师 我们一般称为尊长为愣言大师 他的说法是说 在前面的祭宋 主要是对三宝的皈依 他认为从Om开始 这八句才是诸佛菩萨真正的秘密的语言 那么这个说法言言老法师是认同的 那么我们过去在佛学院的时候 我的恩师上会夏天长老 他的说法也是这个说法 他从Om开始才是咒语 我们一般说摩萨丹多巴丹 那个是叫咒的名称 大白散盖是他的名称 但是他的咒语指的是这个Om开始 八句 那么前面的是对诸佛菩萨的赞叹 那么真实的秘密语言 这个长水大师的看法是认为从Om开始 我们把这个咒语把它练三遍 大家请合掌 我练得慢一点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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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ati Firo Patsaro Paton Paso Pan Pan Hoshindu Yung Pong Zah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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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sati 彼佛巴斯洛特里 彼佛巴斯洛特里 巴斯洛邦尼派 彼佛巴斯洛特里 呼吸督路勇奉 说哈 Om 我能力 彼佛巴斯洛特里 彼佛巴斯洛特里 巴斯洛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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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督路勇奉 呼吸督路勇奉 说哈 那么这八句呢 是整个诸佛菩萨的秘密的语言 就是诸佛菩萨的一个奏愿力 那如果我们今天 没有很多时间持整部楝元奏 那你能够持这八句 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它也能够开显我们的善根 你能够破除一切的遮障 好 我们看新山的树的欠词 那么佛陀讲完嫩延咒以后呢 他就叙述 本咒的功德 来欠我们来受词 这地方有两段 第一个 列弦果上自行化大功德 第二个 列明因人 灭二身上功德 那么第一个呢 这个果 果是什么 这个果人 当然我们大乘佛法的果人 就十方诸佛了 就是列显十方诸佛 他是依止这个楝元神奏 来成就自行 来成就化他的功德 十方诸佛 为什么能够成就自行的功德呢 为什么能够成就化他的功德呢 因为有楝元神奏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经文 好的 那么这段呢 是先简单的说明说 诸佛菩萨 是如何来成就自行化他的 说是佛顶光具 这个防顶光具是指的 任灵咒 它的出处 任灵咒是从什么地方来呢 是从佛陀的头顶放光 那么光明当中出现千叶宝连 千叶宝连当中呢 又出现了一个无为化佛 这个无为化佛又放出一道光明 那两道光明的接触 就开始讲那宝宝 那么它的标题呢 就是 斯坦多不但那 应该要加一个摩 这个省略调摩 就是摩叫做大 斯坦多叫做白 白色的白 不但那就是散盖 就是它能够像一个大白散盖 来保护加持修行人 这个茄陀就是祭宋 唯妙章句呢 我一大师说 什么叫唯妙章句呢 因为嫩延宙的每一个音声啊 都记住唯妙不可思议的功底 它这个音声啊 你从你的嘴巴唱出去了以后 再听回去啊 跑到你的身心世界 在你的身心世界运转的时候 它每一个音声都能够产生破恶 生善的效果 那么什么叫破恶生善呢 总而言之 它能够出生时放一切诸佛 这个地方的出生 由于一切诸佛之所以成佛 一切诸佛之所以能够度化众生 都是依止任命神众 那么偶尔大师说呢 什么叫做出生时放一切诸佛呢 他讲出一个观念 他说啊 就正如前面说的 十方婆且凡一路涅槃门 诸佛要成佛要有一个门 你看我们的讲堂要进来 一定要从门进来 因为在不得其门而入 你至少在外面看 就没办法进来 那么诸佛的功德 你也有一个门 所以诸佛菩萨在阴地的时候呢 仰仗任言神奏啊 是降伏魔镜 所以他能够成就这个通达之门 所以从阴地来说呢 这个门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是从门外而进入门内 那这是上求佛道了 就是三世诸佛在阴地的时候呢 仰仗神奏而降伏诸佛 第二个 第二个这门是什么呢 就从门内出去又出去了 从封出甲 这十方诸佛呢 要仰仗任言奏之门 而得拔记勤苦 诸佛菩萨内心当中无量的奏愿 他希望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但是他怎么办呢 他把他的这样的奏愿力 就放在奏语当中 所以啊 让众生来持诵任言奏的时候 能够跟此方诸佛的奏愿力 感厌道教 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救拔 有两种差别 第一个是主动性的 第二个是被动性的 如果你非常的幸运 你生长在佛世 释迦摩提佛在世的时候 那诸佛菩萨度化你 是主动积极 不用你去求他 诸佛菩萨只要你善根成熟的 他不管你烦恼有多重 他也不怕你业障有多深 一旦你的善根成熟 诸佛菩萨就破门四线 现出各式各样的相状 跑到你的前面 你不用求他的 然后就让你的善根成熟 所以能够跟佛陀 生长在同一个时代的人 被救拔的 很多都是佛陀主动安排 为诸众生不情有 但是如果佛陀灭度以后 像我们就很糟糕 梦华时代 我们出世的时候 佛陀不在 只有佛像 那这个时候 佛陀就转主动为被动了 佛陀留下的名号 但是不能长时间注视的 因为长时间注视 众生就不升号要心 所以佛陀他注视有一定的时间 所以佛陀一旦灭度以后 佛陀离开了 但是佛陀留下的两个东西 第一个他的名号 第二个他的咒语 那么加持力也是一样 只是佛陀不能主动就把你 你一定要是怎么样 一一光明 你必须要去识送他 你才能够带动那种加持的力量 你说咒语在那个地方 他没办法主动就把你 所以佛陀的就把事 佛在事的时候是主动的 佛灭度以后 他被他被动 你要去意念他的圣号 你要意念他的咒语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出生十方一切诸佛 他就是从阴地来说 十方诸佛仰仗咒语 而能够降伏魔境 从立他的角度 十方诸佛仰仗咒语 而拔记勤苦 这个意思 这个是耶德佛陀 来受此任言咒 他产生的效果 我们看第二段 列明因人灭恶圣善的功德 这个因人指的是菩萨 菩萨受此任言咒有什么好处呢 灭恶圣善 这个地方分两段 第一个 明不词之诗 二明仁耻之德 先说明 假设我们今天不受此任言咒 有什么过失呢 看经文 如等有学 未尽轮回 发心自成 取阿罗汉 不词此咒而作道场 令其身心眼珠模式 浮有四处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先说明 这个以下的 这个内涵 是他的当机众是谁 他是针对谁来说呢 是第一个是有学 这个有学范围就很广了 小乘的四国以下都叫有学了 大乘的佛国以下都叫有学 范围很广 但是当中就加以简别 就是有学当中的未尽浓回 就是还没有卸托三界生死的 我们一般说的 凡夫众生 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智者大师是把凡夫众生 又分两类了 一个叫做外凡的质量位 一个叫内凡的加薪位 这个内外是怎么说呢 外凡就是这个人是心有理外 他这个冰岛心 对这个珍儒 恶宫珍儒之理 相应的时间很少很少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颠颠倒倒 薪水尽转 这种人他本身在修学当中 他仰仗的就是那份的愿力 绝不放弃的愿力 悉空有尽 我愿也无穷 完全仰仗对三宝的信心跟愿力 在支持的资良位的菩萨 所以资良位叫做什么 叫做忏悔业障积极资良 那么第二个是内凡 心有理内 虽然他还是个凡夫 但是他内心当中跟真如理相应的时间很多 也就是说他有禅定 那么这以下从经文来看 偏重的是我们这些 一天到晚打妄想的外凡的菩萨 那么这个外凡位的菩萨 假设你花心要成就大胜的阿罗汉 阿罗汉就无声了 成就大胜的阿罗汉的果报 你能够你不受持止咒 而能够安稳的做医子道场来修学 指令身心眼泥内外的魔障 是无有是处 就绝对不可能 外凡位的菩萨的特色 这个人他对三宝有信心 你要让他去做义工 他也主动积极 你要他去拜灿 他也主动积极 但是这个人把功课做完以后 就开始打妄想 有妄想做吗 那么妄想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打妄想 你容易向内触动你的烦恼跟业力 阿赖也是 其实你不能怪阿赖也是 你要过去去攀岩他 他还不会释放业力烦恼 所以一个人打妄想 越重的人 他的业障容易陷潜 因为第六意识跟第八意识 你学为师 他们两个是互动 因为第八意识创造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刺激第八意识 两个相互作用 辗转真圣 所以一个妄想重的人 你容易起业障容易欠权 你看打佛七 你要是一天到晚打妄想人 你就要小心 第二个妄想重的人容易触动鬼神障 去刺激到你的厌信寨主 你看后面的五十阴魔 都是打坐的时候 一死的思念 打妄想了 结果去触动你的厌信寨主 然后他才干扰你 一定是思念 有所妄想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个外皇位的菩萨 他妄想多啊 你今天不受死嫩严重 来保护你自己 要眼珠模式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外皇位的菩萨 障碍特别多 我前几天 我有一个台北的学生 他们两个夫妇都受死嫩严重 这个男仲 这个男仲是一个大学教授 他们两个受死嫩严重以后 他同修啊 这个女仲啊 他去参加一个读书会 这读书会 大部分都是女仲 都是老菩萨 台语班的 那么他有一次呢 他在听了一个老菩萨 他们班上的菩萨 就是这个老菩萨 很用功 但是不晓为什么 用功以后啊 整个业障陷情 全身就是莫名其妙的痠痛 看病也看不好 外道也去 外道的功 去吃那个 腹水也吃了很多 都没有效果 后来这个 这个女仲菩萨呢 他就 他说你试试这个能源咒心 他就把简单把这个能源咒的功德 给他介绍 这个是诸佛菩萨秘密的语言 诸佛菩萨的咒严历都在里面 这个老菩萨持了七天左右 持完以后 整个病痛几乎全部好 就是你那个 你内心的那个 自诚恳敬的心啊 可以去启动诸佛菩萨的 咒严历 其实我们在外防卫啊 最大的问题就是 障碍重重 你看很多人用功 上不去 障碍卡住 障碍卡住了 障碍卡住你不过 你看那个开车 你这个车子很好 每天做功课 你前面一个石头挡在前面 我看你都会用功 一个人不能够忽略破障房 我们一个人除了车子要前进以外 前面的石头有时候你要扫一扫 你看英观道士也说 一个人念佛人 然后坚持咒语 坚持大悲咒 破障 其实这句话 一个凡卫菩萨 不受持神咒 而坐道场 令其身心 眼诛魔士 是无有是足 我都讲得很肯定 当然这个地方是正对我们这些 整天打妄想的外防卫菩萨 有些人是不修破障 他只修他的正修的 当然你要福报大 善根强 有时候是风平浪静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一生都风平浪静 所以你有时候要起点奏来破障 所以这个震恨 震恨跟祝恨两个配合 好 我们看第二个 名仁慈之德 前面是讲不慈的过世 这个地方是讲受慈的功德 看经文 好的 那么佛陀前面讲到不慈的过世 这里就要讲到受慈的功德 说在六道凡夫的世界当中 随其所在的国土 那么国土当中的所有众生 那么这个人呢 随国所生 华皮 贝叶 紫章 白碟 这个地方都是在讲紫章 华皮是什么呢 华皮是那个华素的皮 它特别的轻薄 可以做这个紫章来书写 贝叶就是贝多罗素 贝多罗素呢 它是又长又广 在西藏经常用来书写经典 紫章 紫章就是用这个竹片去煮 煮成这个姜 把它制成紫章 这个白碟呢 就是印度一个柔细的草 把这个草呢 把它制作紫章 这四个都是在讲紫章了 用这个紫章来书写神作 然后把它保存在一个干净的香囊 那么这个人 即便这个人是内心 是昏昧暗顿 你要他读 他也读不来 背也背不起来 为人送意 但是他就把它带在身上 或者把它书写 把它放在他的佛堂 客厅当中 当之世人 尽其一生 一切诸毒所不能害 各式各样的病毒 各式各样的鬼神 都不能伤害他 他这个是有这个 保护加持的效果 那么这个地方是个总说 我们看这个别式的部分 今天所花的这个副表 副表 十二 西代 宋迟 任连咒的功德 在本经当中 讲到 我们西代也好 宋迟也好 任连咒有八大功德 我们把它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个灭恶 第二个生善 先看第一个 能灭诸难 在任连经当中 你能够受死任连咒 或者是西代任连咒 能够掩除 主要有三种灾难 第一个水灾 水不能溺 水不能溺 这个火不能烧 你看受死任连咒的人 火烧的时候 隔壁都起火了 他们家不能起火 这个任连咒的保护 火不能烧 第三个 这个毒不能害 各式各样的流行病毒 不能伤害你 像这个 美国有一个 鲜化上人 各位都知道这个公案 鲜化上人 他有一天 带他的弟子到东南亚洪华 后来因为他的法源很殊胜 外道就嫉妒了 下骨 所以他这个 后来他不晓得 在哪一个吃了什么东西 两个徒弟就中骨 后来鲜化上人 吃那个荣帮他夹死 两个人就吐出很多的小虫出来 这个座语 它本身是一个 诸佛菩萨的秘密语言 他能够把这个病毒 把他逼出来 毒不能害 第二个 人尽业障 那么这个地方 经文上说 在 未慈奏之前 今生所造 这个杀到淫万的罪业 无问轻重 一时消灭 犹如猛风 吹散杀具 西街灭族 完全的消除掉 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生所造的杀到淫万的罪业 不问是轻 不问是重 都能够消灭 消除你今生所造的罪业 第三 人消树叶 这个树叶是指你过去的 你过去生当中 一时的糊涂 所造的重 这个罪业 它所谓的 所有一切轻重 罪障 如是积业 油汤消血 就像这个热汤 来消除这个冰血一样的 这种效果 第四个不剁二道 那么受生那一生做的人 他来一生 他有两种功德 第一个不剁三二道当中 第二个不生平前下见的家庭 生在终归家 那么这个地方 偶一大师对于 消除业障这个部分 他有他的说法 我们解释一下 他说受死那颜神咒的人 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他能够佛前 花怒 永断相续 这个人 他受死之前 他的心 是起惭愧心 把他过去都完全发落出来 而且花怨永不再造作 那么这个人 以这个永断相续的 惭愧心来受死那颜神咒 是灭除罪障 善根增长 肯定可以灭罪 就像这个前面说的 无问轻重 一时消灭 这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 虽持神咒 仍换前千 他受死神咒 但是他过世还是不断地出现 这个时候 其罪不灭 但有演绎 这个人罪也没办法消除 但是对未来 种下一个身后的善根 演绎就是 对长眼来说 他来生 是有好处 但今生 得不到灭罪的效果 因为你没有常贵心 所以我们知道 所有的咒语 所有的名号 你要用觉悟的心来受死 才有效果 佛者绝也 诸佛菩萨的功德 一定要以觉悟的心做基础 颠倒的心 受死神咒 今生很难有效果 只是对来生产生效果 维大师说 随时神咒 仍换前千 其罪不灭 但有演绎 我听一个老和尚 跟我们讲 说以前在埔里 有一个比丘 他住家以后是很放逸 造了很多的罪 后来他失误实在受不了 就把他狠狠地骂一顿 把他赶出去了 这个比丘赶出寺庙以后 就自暴自弃了 就把这个袈裟给烧了 那这个是很严重 袈裟是山师诸佛的法医 以恶心来破灭法医 这个故事很重 后来他自己也觉得不对 自诚地唱 后来有人说 你们赶快是弄人神作 他一方面唱尾 一方面弄人神作 后来没多久 他就在梦中 梦到一个老和尚 来送他一个家傻 你这件好像啊 就会要知道 梦中你没办法做假的啦 我们一生有两个没办法做假 第一个梦中 第二个梦中 你做不了假 你平常可以做假 梦中你是什么样就怎么样 它完全是内心的显现 所以这个梦中的好像一出现 就是罪灭 你这个那个人能做啊 只要你真实的觉悟 真实的惭愧 你去受持这个神作 正如经典所说的 无问轻重一时消灭 但是他的条件是 你要真实的断向虚心 是这个意思